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是说一定要每天就是聊很多 就是音乐或什么 我们的使命就是录制一个 大家可以在家里杀时间的节目 对 因为疫情大家都 都就是没事 当然就不要出门 然后有些人也是在家里上班 那你每天的生活是怎样 我跟你讲 我最近其实觉得非常的忙碌 其实我 我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 就是那时候我就是说在家里 虽然放假没事做可是会紧张 可是再来我就开始 上那个线上的课程了 然后我今天上到今天 我已经上满三周 哇不简单 超累 而且我现在发现在家里 上这种线上的课程 我觉得完全没有比较轻松 不是说好像今天不用去学校 就没有比较轻松 因为我发现就是说 以线上上课 跟小朋友上课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上课反而要更专心 对 因为平常上课在教室 就是你可能晃晃晃晃晃 还可以聊个天或什么的 你现在如果在线上跟小朋友闲聊啊 可能人家会觉得你在偷懒之类的 对 所以 因为你线上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你就必须要非常认真的上课 对 因为你随时 你不知道说家长有没有在后面 这样看着这老师在上什么 因为我有时候上一上课 我忽然间发现 比较小的小朋友旁边 其实是有妈妈在那边帮他的 然后我想说 天哪那我刚是不是又在闲聊一些 有的没有的 但是有时候会想要跟小朋友 catch up一下 想要知道他们这些生活的状况是怎样 还是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生活 因为我平常上课是很喜欢 跟小朋友互动这样子 所以反正就变成现在要变得很专心 然后就这样其实是会更累 然后我要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公司就特别的跟 每个老师讲说 讲话一定要轻声细语 就是我的问题啦 是我自己要讲 哎哟 就是但是大家 因为我真的是 轻声细语来讲 对我来说真的超难 因为我讲话就是 我不但天生大长们 然后又有职业兵会大吼大吼 然后然后那个学生都跟我 然后我们那个补习班 那个总部又特别讲说 你们在家里上课 一定不要凶学生或什么 因为你知道随时就是会有家长在旁边看或什么 所以你不要凶或什么 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上课的时候啊 就发生了一个谜团 就是一个悬案 因为我们今天在上课 什么啦 就不停的 就是我们在上一上 就听到旁边就突然出现一种很酥脆的声音 那种声音就好像是说 有人在旁边吃洋芋片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样上一上上一上上一上 然后就忽然间旁边就这样 你现在真的在吃对不对 对我在吃 然后就发出这种声音 然后我们就想说 谁 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说 你们要吃东西没有关系 可是你们不要太吵 吵到大家 如果我们就大概两节课 那声音就一直在出现 我们每隔一段节课 然后每个小朋友都不承认是他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抓是谁 有点像在撩狗 这样就在那边抓他的萤幕 萤幕现在谁的那个声音在动啊什么什么的 就抓到后来呢 我们就是怎样 然后就是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边 乱七八糟 不是在动什么东西 然后忽然间那个清脆的声音又跑出 然后我就大吼就说 够了不要再这样子弄了 然后我就生气这样子 就后来呢 原来是另外一个小朋友的妹妹 她好像在上课在旁边吃麦片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就我觉得就还我在上课的时候大吼大叫这样 那你要讲你的生活 我其实就还蛮boring的 就大概每天的生活都是 呃看剧然后看电影然后运动 然后到花园去浇花 大概每天都是这样的行程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吃 哈哈 每天都要想吃什么吃什么这样 你都是自己煮吗 哎当然自己煮要不然呢现在你说叫外卖还是什么啊 对啊对啊叫外卖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 因为家里我家里的存货还蛮多的 所以我大概都可以自己煮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自己在家煮应该都是煮的很简单之类的吧 对都非常简单就是什么 要不就是水饺要不然就是蒸粽子嘛 因为前阵子端午节就有很多粽子这样子 然后又可以自己啊 我下礼拜要早一天做那个咖喱鸡饭 对因为我材料都有 那做一次都可以吃很久 对真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会煮那个地瓜稀饭 哦我这样我地瓜稀饭我每次都吃不腻耶 而且我煮的地瓜稀饭超好吃的真的 那你有加什么配料吗 就是专门吃地瓜稀饭这样子 没有就地瓜稀饭然后你再自己配菜就好啦 哦 因为像我现在在家 就是其实我很怀念我以前外食的生活 可是你说啊 有的时候你说外食 我我其实我们都算是外食足啦 是真的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开火嘛 嗯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你会有点伤脑筋说 哎我不晓得要吃哪一家的你知道 哦 有没有你会不会这样子 可是对因为平常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其实平常你选择也蛮多可是你知道平常每天这样叫每天叫叫就不知道今天要吃什么 可是像我现在大概一个月在家那我跟我哥我哥会煮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泡面啊水饺也是那种很简单那种东西轮着吃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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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开始很怀念以前就是你每天晚上可以就点各种不同的餐厅啊或者什么去买便当或者什么的嗯嗯就是点一个鱿鱼跟面都觉得很回味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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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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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구요 对对对还好我还好我不喜欢吃羹类的还好 哎你知道吗就是前几天啊就是上上个礼拜我们桃园这边有公布一个足迹 然后那个足迹居然就是我家隔壁的隔壁的一家水果海 嗯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跳起来之后我妈就说他们他们有时候还是会去运动但他们运动都是去没有人的地方然后他们 他说他有时候回来的时候 是会进去那个地方买东西 然后我跟我哥 我们两个都吓死了 这样子 然后我们后来的一两个礼拜 就是都一直每天都是 在监测我爸爸妈妈的健康 这样子 看他们有没有事情 这样 其实我前两天就在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电梯里面 都会有贴公告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社区 其实用那种 就是用那种电子的那种 就变成说我们其实 就是有一个网路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社区的公告 或者是我们社区有什么活动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到就有一则 他说 我刚开始第一次看 没有看仔细 我吓死了 我以为说我们的社区 有人确诊你知道吗 结果后来我在看第二次的时候 我才心比较安 他是说呢 我们附近的社区 有住户跟确诊者的家属 有接触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所以那个里长 他要帮我们 所有整个区域做消毒 如果说你在社区里面 看到有人员在消毒 请不要惊慌 这样子 我是看 我第二次我才看清楚明白 然后第一次我真的吓死了 我以为我们社区有确诊 你知道吗 后来不是不是不是 是我们附近的社区 有人跟确诊者的家属接触 这样子 可是跟你们的社区都没关系就对了 没有关系 但是这种感觉还是很恐怖啊 还是要消毒 对啊 那你在家里有追剧吗 我有追剧 然后可是我发觉我最近看电影看的比较多 然后我唯一的一部追剧就是 其实也是朋友推荐的叫《东城奇案》 嗯嗯嗯嗯 因为那部因为你的推荐的关系 就是最近我们就是我们都有看这一部 我们都有看 然后《东城奇案》它是七集的连续剧啦 然后你也看了嘛 对不对 我也看啦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才在讲说在家里 虽然在家里 可是其实每天都 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一开始 然后就很紧张 然后都没有心看电影或什么的 然后我发现我这两个礼拜就是 因为就是生活 因为可能有在上班吧 然后什么的 我最近反而就是比较少看新闻 然后我就开始会看一些剧 就是比较有那个心情 可能已经稍微的就是习惯 现在这个生活的状态 就会可以开始追剧的这样 诶我也是诶 就开始比较想说 可以看一些别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我也我看了两三天吧 因为我就是中间还要在参一些别的东西 可以看 对 你觉得好看吗 我老实讲我看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 第二集要到第三集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看 因为我觉得说 诶我想要追下去这样子 嗯对 可是后来 后来中间到结束 尤其是最后一集 我会觉得 要是我给他打分的话 我可能只会给他打四吧 四颗星这样子 总分是五颗吗 对啊总分五颗 那也算蛮高的 也算蛮高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自己是蛮很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这部戏就是 他是凯特温斯雷演的嘛 然后我就是我觉得光看他就会觉得有种 就是很值回票价这样子 因为他算是一个很大的电影明星 然后他愿意演一个剧 然后你就可以看一整个剧的他 我觉得很超值 嗯对 那其实看过的朋友也可以来留言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觉 如果没有看的是可以看嘛 然后我要讲的是说 我找到了那部电影 就是我以为是东城奇爱 其实不是 就那部电影其实 我在网路上去看评分 他蛮高的8.6分的 他叫做The Life of David Gill 他是不是在演一个什么 你看了吗 死刑犯的对不对 对是Kevin Spacey 哦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我有看过这部片 哦真的哦 对但是是很久以前 他是蛮久以前的电影 可是我就是最近才看的 那我是觉得还不错 那个Netflix最近上面都有这样 好大家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去 但是我觉得Netflix有时候看片 就是雷片好多哦 对啦就是说 像通常我都是 我都是会稍微先试看一下下 那我觉得OK我就会继续看下去 那还有就是另外一部也是 我是这样子试看的 后来我就把它看完了 叫The Woman in the Window 哦那部我有看那部我有看 对就是有一点点同质性的 就是都是 Amy Adams 就是悬疑推理有没有 然后我看到网路上还有一些 就是这一类型的电影 他们还会说什么高智商啊 或者是什么烧脑 烧脑类的对 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所以我 因为我最近我就看了比较多 这一种类型的 然后我就去回想说 其实我之前看过 我觉得非常棒的 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哦还有我今天 我今天看了一部 是2000年的叫做 What Lines Beneath 你知道就是这个你看到没 叫危机四伏 其实有跟你讲 那个是Harrison Ford 跟那个Michelle Fiverr 跟Michelle Fiverr 对对对对 可是那部是鬼片的 我跟你讲这部 真的我今天还好是白天看 因为我有好多时候 我都是那个 污着眼睛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这部片是我那时候 大学在电影院里面看的 哦 然后它里面就是 那个浴缸里面那一幕 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 那个就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幕 对还好 那个我有眼睛闭起 我有闭起来 对就是浴缸里面 哎 说到那个烧脑的戏啊 所以你今天看 像是东城奇案 或者是比如说像什么 那个窥探 就是那个Woman in the Window那部 你会 你看这种片的时候 你都会去猜说 到底谁是凶手这样子吗 当然会猜 可是 可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例如说它的结局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它的蛛丝马迹 有些就 它铺层的很逊 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看 那有的时候到了结局 出乎你意料的 那 而且它的那个逻辑性又很强 又很对 我就会觉得很好看 哦 就是你要 比如说你当你这样答案的时候 你要回去让你有一种 后座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啊真的是这样 你就会觉得那部戏很好看就对 对 因为像那个东城奇案 其实我是觉得说 它有一些 中间有一些 肢结跑出来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没必要的 因为它里面几乎每一个人 他都会 在一段时候都好像演了说 也有可能是他 也有可能是什么 我什么 但我们这样不能爆雷 可是因为我看这部戏之前 就是大家都是有说 这部戏的那个嫌犯 就是你绝对会猜不到 然后我就从第一集的时候 因为我就记得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在猜到底谁是嫌犯 我想我就想说 一定不是那个就是 看起来现在很像的那个人 然后我就会开始猜说 他第一集 没有他第一集还没发生啦 第二集才发生啦 可是我有猜到 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有猜到那个受害者是他 我就觉得 哦完蛋了 这个人应该就是受害者 然后后来我猜 可是我后来看完之后 我就发现说 我看到 我真的是看到最后 我想说 啊我真的没有猜到谁是凶手 那我就觉得这个戏 还没有让我失望 哎真的真的我猜不到 真的我猜不到是他 不是不是你知道 我觉得他那个最后一集 他的结尾 我觉得有点跟那个 转的很硬是不是 有一部那个韩国片 叫上流社会 我觉得一样 就是结尾很草率 然后很不OK这样 哦你说那个parasite 寄生上流那一部 啊对对对对 哦对 因为我觉得东城吉安这部片 其实他本身 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的重点都不是放在 那个他这个破案这边 因为我觉得他这部片在讲 那个女主角的那个心境 就是还蛮细腻的 就是他他怎么样就是疗伤 他怎么样去面对说 他上上子之痛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那个角色 还蛮丰富的 所以我喜欢这部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这边 就可以看那个 那个凯特温斯雷标演技 这样 嗯嗯嗯 其实我有在想我以前 待在美国的生活 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东城吉安里面的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中下阶层 就是说美国的中下阶层的生活 社区 那种社区 对社区 对我我其实想的比较多的是 这一方面的东西 就是说我会去想 就是说以前我 有在美国生活过 然后哎就有哪些区 我们就真的不能去 就是危险嘛 就是最好不要去 然后有的时候 比如说 反正我会看到很多的场景 或者是说他们吃的食物 或怎么样 或怎么样 就是会勾起我以前的回忆啊 所以我在看东城吉安的时候 我就是惊觉说 啊我很久没有看美剧了 这样 然后对 然后就看 就是一边看 你就会一边去想到很多事情 而且就会想到说 啊很久很久没有去美国了 这样子 真的因为他的那个 他的 我觉得他以为他讲的那种美国的生活 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电影 那种什么浪漫喜剧 那种上层的 对 反而就是那种 就是一般社区里面 很平常的那些人的生活 其实他们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 比较是中下的 而且那种社区就是 大家都认识彼此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说你说一个村子里面 好像大家都认识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就会 我就会飘到那个 音剧去了你知道 就是说我在看 我在看东城奇案的时候 其实我脑袋里面就是 可能想很多事情 所以我没有很专心看 所以我觉得他还好 因为我就会想到说 我以前很爱的一个那个音剧 就是叫做 Dunton Dunton Abbey吗 对Dunton Abbey 我就是以前超级爱这个剧的 我超爱的 然后我为什么会说东城奇案 其实就是说 其实美剧跟音剧的差别在于 我觉得啦 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文化上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那个深度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例如说我在看那个Dunton Abbey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哇那个剧本写的超级好的 你知道他们他们的对话 有的时候是超级幽默 对 就是那种英式幽默啊 对英式幽默 然后那个阿嬷 你知道就对 就是很高级的幽默你知道吗 然后然后然后 然后其实他还是有讲到一些 很人性化的东西 很令你感动的 或者是很温馨的这种 就是你知道 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看像Dunton Abbey 这种剧 我就会觉得说 让我整个沉浸在一个 你会去享受他们的那种高级幽默 你知道吗 高级感 对高级感 Dunton Abbey那时候很有趣 就是他是 他那部戏等于是切成一半这样子 然后就是他一半是在演他们上流社会的那一个家庭 然后下半是演那个仆人他们的生活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那种 因果的那种贵族的生活 或是平民的生活 可是问题是重点是他们两个世界都很有爱这样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 我就好喜欢 我就很喜欢 对我也很喜欢 对 我都印象超深的啊 有一次那个管家 然后那个女管家生病嘛 然后后来男管家就担心了一整集 后来女管家后来他 呃 回来医院回来就跟他讲说 他的那个病就是已经不要太担心了 然后那个男管家就很开心的那边洗碗 然后一边唱歌 然后女管家就是看了他就说 诶他其实这样这么关心我 然后那个剧就停在那边 就就哦好温馨 我永远难忘那一幕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他那个剧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不经意的地方 可是会让你觉得说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啊 就是我们的生活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超爱我超爱那一部的 诶不过Dumbton A.B.后来有人讲说 他的编剧是有点太傻狗血 呃 那后来的地方就会有点在傻狗血 对对对吧 是是有那么一点对没错 可是Dumbton A.B.超好看 诶你有看电影版吗 我有 电影版就是 电影版以后来 就是电影版没有什么好看的 可是电影版有点感动的地方 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你又重新在造访那群朋友的那种感觉 又回去那个地方 那时候我记得我看的时候 那就跟Friends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那时候我看的时候也超感动的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一季完毕都是会有一个Christmas的特辑 对对对 好棒哦真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在追这部剧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我甚至于都可以重看我都OK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让你去琢磨着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这样 你就跟我喜欢那个《冰与火之歌》一样 哦对对 不是你知道我在看《冬城奇案》的时候我也没有很专心 你知道我什么吗 嗯 因为我是看那个《冰与火之歌》它就是那个HBO的戏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HBO的戏不是每次电视一开始 它就会有那个电视萤幕这样啪那个那个HBO 然后因为我已经太习惯那个啪完了就是 就是那个《冰与火之歌》的主题歌我太习惯了 就没有然后每次都是静静的跑出来一个凯特沃斯尔的脸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你好好笑哦你 我觉得说天啊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在演《冰与火之歌》呢 就是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最近也有有有有有在把那个最新的那个Friends看一下 因為他之前就是很多人都在講 然後很多人都在看 然後那時候是沒有看 可是我就前幾天我就找出來看 我還蠻感動的耶 說十年後再相聚的那一個是不是 對那一次 對我還是蠻感動的 因為我覺得很不容易啦 真的非常不容易 你有沒有看 你沒有看 我沒有看 但是我也很喜歡Friends 我可能找機會會看 OK那我就不要講 因為我覺得你追劇追一段時間之後 就是因為你投入太多感情 你真的會覺得那個劇中的人物 就好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老朋友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我超能夠體會的 而且有的劇就是一口氣 就是演什麼十季啊 十四季 十幾年這樣子 就是他結束了都沒有辦法接受 對然後他們結束到 就是這一次他們從劇是 隔了十七年嘛 十七年了 對十七年 哇塞 對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光是這件事情 就讓我很感動這樣子 對 Friends真的超神奇的 因為我覺得Friends Friends真的是 你隨時隨地 你隨便點一集進去看 你都可以進入狀況 然後都可以覺得超好看 然後你永遠都看不明這樣子 Friends就是這種戲這樣子 對 沒錯 對 而且我覺得也是陪伴很多人的青春歲月 對 是啊 是啊 對 其實 我真的忍不住我想要推薦給大家 我看過的我覺得真的很棒的 有一部西班牙片叫做看不見的客人 然後又叫做布局 它是西班牙片 我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現在Netflix上也有 上面也有對不對 對我在戲院看的 然後我覺得非常好看這樣子 嗯 然後裡面就是包括我講的所有的這個 都是你 嗯 意想不到的這樣子 然後又很有邏輯性 然後 讓你回想起來的時候是 就是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環節 它都是處理的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扯這樣子 那我覺得 我覺得像這種推理劇 可以讓你這樣子覺得是 我是覺得真的不簡單 因為那個編劇就很厲害 它就是在每個細節每個環節 從它鋪陳 從它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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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嗯 我就覺得真的很好看這一部 然後呢我又回想到 因為我印象實在是很深刻啊 有一部是1990的叫做戰力遊戲 MISER 是不是那個Steven King的 對 Steven King的同名小說 對 然後女主角是Casey Bates 我當然知道啊 我當然知道啊 因為這部電影 他得到63屆的Oscar 就是他綁架了一個作家 嗯 囚禁啦 不是綁架 對然後他就是 因為那個作家 那個作家是James Ken演的 對 然後他想要 這個故事其實就是 這個作家 他是開車到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然後他發生車禍嘛 對然後就被這個女的救了 然後這女的 他原來是一個護士嘛 對 他就把他救了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女的是他的Fans 你知道嗎 對 這個那種電台的粉絲 對 他超級崇拜他的 結果就 就開始把他囚禁了 我覺得這部真的超級好看 大家如果沒看 可以找來看 這部也是超經典的 對啊 超經典的 所以我一直看了 我就一直記到現在 因為我很久很久以前看的 因為那個Steven King 他就是寫那個驚悚小說 在美國超級驚悚 但是他很有名就是 很奇怪 因為他的小說太好了 然後他的小說 只要是翻拍成電影 失敗率非常非常的高 嗯 所以你說的那個Misery那一部是難得一部 就是說難得幾部他的電影 然後是小說改變 對改編的 非常的好 對 然後那女主角演的又超級棒 你知道那女主角 我現在有時候想到她的臉 我都有點覺得很驚悚 很可怕 很可怕 可是KZ貝斯他演過非常多 就是很精彩的喜劇片 超級 他其實很有喜感的 對 沒錯 沒錯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曾經一度 就是有一個好朋友 他非常的喜歡Steven King 然後他就會收集非常非常多 Steven King的書跟電影 然後我就是沒事的時候 我都去他家 然後我們就會看那個Steven King的電影 然後我們每看一部都會 他們都會小 因為那個電影我真的拍得很不好 可是他有幾部就是說 改編出來就是超好 而且還有另外一部 你超級喜歡的電影也是 你知道是哪一部嗎 不知道 就是Stand By Me 啊 Stand By Me 對 Stand By Me就是Steven King的 然後他也是 他改編的出來超好的片子 所以他來說很難得就對了 是Stand By Me也是經典片 對對對 然後真的 然後歌也好聽這樣子 對 Rever Phoenix的很有名的作品 是 好然後呢 然後還有我還要再講兩部 喔還有是不是 兩部其實都是在講外遇的 就是因為外遇而發生的事情 這樣有一部叫做驚悚片 然後1987年的致命的吸引力 我不知道你看過 那是誰演的啊 是誰演的 麥克道格拉斯 麥克道格拉斯 欸我怎麼都知道 我怎麼都知道 欸你為什麼都知道 你看過對不對 就是不要小看我 那女主角是誰啊 真的耶 看電影也看的蠻多 女主角是誰 叫做Glaine Close Glaine Close 對 你知道Glaine Close 我看過他有一部 欸我現在 不行我現在起雞皮疙瘩 因為我現在 我們現在晚上錄 而且我一個人在家 你知道我看 我看過那個Glaine Close 演過一部 那個就是魔鬼附在他身上 你知道多恐怖嗎 蛤我不知道欸 有這部片嗎 超級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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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喜歡Glaine Close的 你知道那一部 我覺得出了 就是那一部 大法師是第一名恐怖 第二名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他演的那一部 就是附身的 我覺得Glaine Close 演這種角色一定才好看 因為他就是超級演技派 我超愛他欸 他超級演技派 而且你看他那個點 我超愛他的 我現在想起來都全身體積的疙瘩 我覺得超想找 致命的吸引力就是 你去找那個IMDB啊 然後找Glaine Close 他第一名就是這部片 Fatal Attraction 嗯哼嗯哼 欸那我覺得你可能會喜歡那個 Netflix上面也有一部 叫做Chloe 你有看過嗎 Chloe啊 對 Chloe是什麼 她是 中文叫什麼 那就變成什麼名字 叫做 我不知道就是 她是那個 而且她也是很有名 她是那個Julian Moore演的哦 哦真的哦 對然後她就是 她也是就是找了一個那個 像是類似像伴游小姐 然後想要去勾引她老公 也跟外遇有關係 然後最後面也是變得很 也是最後面也變得很驚悚 因為這樣聽起來像是你的菜 好好好 那我去找你不要講 找找Chloe來看 然後 然後我最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很想要去找這類的片子看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最近就是太無聊了 哇 啊 不是啊 就是你生活最近就是太一整個平淡 所以你就需要這種刺激啊 真的哦 你的那個情緒都沒有起伏 所以你就需要一點那個刺激 因為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這類型的電影 這太有道理了 或者是劇了你知道嗎 而且你看完一部就會想要不停的在追別的 就是要刺激你 對 對 就是你被刺激一下你覺得不到 你就沒有到位啊 想要再找更刺激 哈哈 其實我以前也看過一些韓國片也超驚悚 也很好看 可是我多忘記 我記得你是不太看鬼片這種東西的啊 哦我不喜歡看鬼片 對啊 對啊 那你今天看那個危機四伏就是提前已經是誤入歧途了吧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鬼片對不對 對 我就是真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鬼片 我以為他也是這種就是推理的 對 結果哇賽 所以我大概從我大概有好幾次的時間我都是我都是手蒙住眼睛的 因為我都不敢看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因為我 要不然我就是因為我們家那個客廳那個落地窗啊 他一個角度 某個角度他可以反射到電視你知道 就是電視可以投到我家落地窗上有沒有 嗯 然後我就不敢看電視我看落地窗 所以你這種人真的 你這種人就是不適合看鬼片真的 不行 我跟你講我記得我以前去看那個真子 第一集那個真子有沒有 嗯 這是1997還什麼時候啊 我是去電影院看的我跟你講 我從頭蒙到尾眼睛我都沒有看 所以出來的時候人家說哎呀怎麼這樣 我就說啊真的嗎還好吧 因為我都沒有看你知道嗎 那你跟我超不像 因為我跟你講我最愛看鬼片 我超愛看鬼片欸 我不會放棄任何的那種 我沒辦法欸 我跟你講我小時候看過兩部日本片 超級的恐怖 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 我覺得小時候真的不要看鬼片 因為呢那個印象喔 會讓你喔真的永遠留在你的這個腦海裡面 我覺得揮之不去你知道 可是我現在在找喔 就找不到這兩部那個電影了 我們那個時候小時候我們是去戲院看的嘛 你知道一部呢叫做牡丹燈籠 就是我好像有聽說 就是演一個小姐跟一個丫鬟 然後他們呢其實他們都不用講話 他們兩個出來的時候只要提個燈籠 因為他們臉色都會蒼白 就很可怕 就很可怕你知道嗎 然後另外一部我覺得超經典的叫怪壇 怪壇 都是日本的 對日本片 然後怪壇它就是有四個還是三個那種就是 有有有有我有看過怪壇 蛤真的嗎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開始起雞皮疙瘩一直在起 我有看過 對對對我有看過 然後我只記得 我只記得其中有一個故事是 呃好像一個和尚啊 他就是把他全身都要寫滿的那個經文 或者是阿彌陀佛這個 然後他只有一個地方忘記寫到 好像是他的耳朵 所以他的耳朵就被鬼那個 我有印象 揪走了 欸怪壇是不是有一集 有一個單元是學女的對不對 欸我其他我真的都忘記 我都忘記 欸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因為我有看過 對 以前的那種片子真的很 因為你知道就是 以前超恐怖 老一點的那種日本片啊 他們光化妝你就會覺得很陰森 然後他們就會慢慢的就是用那種很 慢慢的語氣然後講日文 你就這樣 那就覺得很恐怖 對超恐怖 我現在一直那個雞皮疙瘩一直在一起 然後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啊 其實英國有一個影集 我覺得非常經典 叫步步驚魂 我現在也找不到 因為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就是一個影集 就是每個禮拜他都會演 每個禮拜都會演 然後我就記得我們家每次喔 就是就是例如說今天晚上 例如說今天晚上9點要演 哇我們家每一個人喔 包括我爸媽 全部9點就乖乖的坐在電視機前面 就就要看 因為你知道嗎 太好看了 那個步步驚魂 欸你知道英國的鬼片也是超恐怖 你知道英國 因為英國有很多那種古老的老房子 喔真的超級恐怖的 然後以前我記得以前我看那個Discovery喔 你知道Discovery他 現在好像都沒有了 以前他會在5月12點或者是11點的時候 他會專門演這種的都是真實的事情 例如說靈媒辦案啊 嗯 有沒有就是說他會 他會演那個美國的那個警察 他們破不了的這些 凶殺案或謀殺案 他們就會去找靈媒來幫他們破案你知道 然後他們就會把整個過程 就要很真實的紀錄拍下來 我知道這種東西啊這種 欸其實這跟我們 小時候在家每次禮拜六 就會等著要看那個玫瑰之夜是一樣的道理欸 喔喔喔玫瑰之夜我還參加過講過了欸 我覺得你最近喜歡看這個東西 真的是有這個道理 因為你最近就需要一些心靈的刺激 然後我最近也發現我最近特別特別愛看一個東西 就是Netflix上面有很多那種脫口秀的那種單人秀的那種笑話的 你知道嗎 就是脫口秀就是那種Comedian那種喜劇 在那邊講 然後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歡看這個 然後我最近就是看了一個人叫做Bow Burhan 然後另外一個人是Dmitris Martin這兩個人的表演 然後我都覺得說 哇我發現說做這個單口相聲的人 是超級無敵有才華 是啊是啊 因為他們一個人就站在台上 然後比如說像是那個Dmitris Martin他講 而且他之前有演過李安的電影 他演過那個胡適托那部電影 然後他就是一個人在台上 然後你知道嗎 他是他大概20秒或30秒就可以講一個笑話喔 然後他一個人在那邊講了一整個小時 所以他那個小時可能包含了幾百個笑話 然後我就覺得好驚人喔 我說他怎麼會知道說他這個笑話講完是要講那個笑話 然後他怎麼會就是一點人場都沒有 然後就是可以一直講笑話 而且他講什麼都會變得很好笑 我說這個東西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有才華 我覺得他們都是有天分的 真的 都是有這方面的天分 很驚人 然後另外一個看那個Bow Burhan也是嚇到 因為他除了講話之外他還寫歌 就是他去年就是2020年在美國的時候 他一整年的時間就把自己關在家裡 然後他沒有上任何的社群軟體 他就是在他的小房間裡面拍了一個片子 然後那個片子他一整年裡面就是從腦袋裡面挖出來 然後有很多的歌啊很多的笑話 然後也有很多 其實有些到最後已經變成就是有點他在思考他自己人生的東西 其實也算是很有神度就對了 可是我那時候我看的時候我就覺得超級無敵驚人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如果關在家裡 為什麼他們就不會浪費時間可以做這麼多深思的事情 然後就是別人就是像我們這樣每天在這邊追劇或是幹嘛 也是頻頻用的 可是他可以在房間裡面就是把自己擠壓擠壓 然後哇我想說你還可以擠壓出這麼多的東西 到底要有多少的才華可以有辦法這樣做到 然後其實我看那前幾天看這些 我就覺得還得到蠻多啟發的 我就想說那我們在家裡是不是也可以試著就是生出一些東西 創造一些東西這樣子 有啦我最近也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你剛剛講的那一部那個喜劇我 對 因為你講了所以我有去找來看 可是我大概看了幾分鐘我就不想看 因為他不是我喜歡的style這樣 對因為那個東西蠻對人家的頻率的 對對對 所以我就沒有看 我就沒看下去這樣 我覺得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是 除了看懸疑恐怖的 其實也可以看一些搞笑的 電視為什麼這麼 大家會這樣一直看 有時候就是 因為太無聊了 給大家自己點那種心靈的挑剂這樣刺激 對啊 然後有的時候像 像有的時候我也會想要說 讓眼睛真的休息一下 我就會去找一些東西來聽 嗯 就例如說我們podcast很好啊 我們就可以用聽的 然後有的時候 其實你剛剛講那個 我有的時候也是會在思考 就是說 嗯 那這樣子疫情這麼長時間 那這樣子都在休息 就好了嗎 嗯嗯嗯 還是說 還是說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做點什麼 這樣子 有啦有在想這些問題 因為你的個性也是那種 嫌不下來的人欸 對啊 對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以後退休怎麼辦 哦你以前說你以前退休 就要一直去旅行這樣子 對 對 可是因為現在不能去旅行 對 現在不能旅行 所以現在這種 現在這種大家在家裡這種生活 其實也不 我們也不是在真的說 真的在放假 或者真的就是在什麼休息 而是說 我覺得是 怎麼講啊 應該是 換另外一個形式在過生活 然後也是一樣還是一樣 對啊 也是還是要很忙碌啊 然後該做的東西還是要做 還是要過這個生活這樣子 對 對 而且我覺得好像慢慢 慢慢心態上面適應了 所以我才有這個心情去看劇 或者是看電影這樣 其實這樣也是 我覺得這樣才是好的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那種 長期的抗戰這樣子 比如說你看像我們這樣 回來講 就是我們錄的開始 其實一開始就是我們 空中錄的時候也 也蠻不習慣的 因為我一開始在你們家的錄的時候 我們就是 也是花一兩個禮拜 我才開始就是 調整好說 欸我 聽到自己聲音的音量或怎麼樣 然後可是後來我發現說 在空中錄的時候啊 又完全又 又變成要重新調整那個步伐 就是我每次 我們不是在討論說 我每次就是我覺得 我自己聲音啊 就是有時候 然後就變成就是說 就是因為你換一個生活 然後換一個步調 你什麼東西就要 其實很多東西 等於要重新的學習這樣子 對 嗯嗯嗯嗯 其實你知道在家裡最近每次 我有時候就是會把我們之前那個Podcast 點來聽 嗯嗯嗯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第一集在這邊大吼大叫 因為我那時候不太會錄音 然後我後來發現 兩三集之後 我就開始 因為我們後來就是找到那個聲音大叫 我就覺得 哎這這幾集錄得很舒服 然後後來開始我們又在線上錄音的時候 我就說 天啊我又一直在那邊大吼大叫 我是下一集一定要努力 好 那今天呢 好的 我們今天就聊到這兒了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在講我們自己 在家裡的一些生活 然後跟我們看了一些劇跟電影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來分享你覺得很棒的劇 或者是電影來推薦給我們 好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